如果要我以張秀明的身份 去推銷希澤劇團 當然了 《漢點》我第一個自私一點的 我會覺得 那我當然是看劉嘉玲 因為裡面實在 太多很特別的演出可以帶給觀眾 我覺得是 很好玩也會很震驚 大家好 大家好 Pinsver I don't know how to live without you 希望有一天 我們要克服這個難關 衝破我們的心魔 女的演員、藝人、主持都好 可能在這個很殘酷的娛樂圈裡面 你去到30歲的時候 我想都會有一種掙扎 但是劉嘉玲仍然可以保持著那種 很勇往直前 很有熱誠 很想繼續把握每一個機會的心態 所以我覺得她是一種 很不服輸的心態 才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我覺得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劉嘉玲有很多的造型 很多的戲中戲 當導演在行動的那一刻 大家都會很投入 很希望可以立刻上身 所以那種造型確實給我入戲 也會有一種每一次回去開工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好像有開一套新劇的感覺 同時我覺得在這個短短的兩三個月裡面 令我自己成長了很多 也都學了很多 試了很多新的東西 玩了很多新的東西 其實長長戲我都喜歡的 真心說 在裡面騙不同的人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好玩的 打開本書 揀開第十七頁 Do you have a boyfriend? 你真傻還是裝模糊的? 可能初初會覺得 Miss Joan這個角色 好像很普通 很簡單 十幾二十年前的夜校老師 但是 拍拍的時候 跟男叔之間的感覺 是令我覺得 很有偶像劇的感覺 但是其實那件事 我是知道 出來觀眾覺得畫面應該挺搞笑的 但我覺得我們之間的感情 其實也挺真摯的 我覺得最好看 是我們七個人之間的發學作用 那個火花 我沒想到可以在這麼短的八集劇裡面 我們可以建立得這麼好 其實說真的 我們拍攝只有三十天左右 但是我覺得我們好像認識了 好像上學一樣 已經是六七年的中學同學那種感覺 那我覺得這個項目 亦是令到我們最後拍大結局的時候 那個感情的氣氛 是非常非常之爭執的 Micky 我叫Mika 我叫Mika Mika 我要扔下你 你找到這壞東西 你找到這壞東西 你給我拍到他們的酒樓 我給你拍到這壞東西 我給你拍到這壞東西 我給我拍到這壞東西 太好了